但是这一手锁下来之后 他边带线其实不是特别好打瑞兹的 吓死了 就说今天下午 西叶刚排位打了一把中单卢西安 怎么知道这就要用了 中单卢西安打卡萨丁非常好打 因为我打卡萨丁打得特别多 打卢西安是完全打不了 就特别难打 但是其实还是得有一说一 这个卢西安放下路可能作用会更大 对 主要是他卢西安放中路 他好打卡萨丁 但是飞机放下路他很难受 他要抗压 对 瑞兹打卡萨丁算是一个 还不错的比赛 他这个还是飞机 飞机打卡萨丁 飞机打卡萨丁也还不错吧 就不会有太大的力量 但是卡萨丁前期 一般来说打飞机不会陷入特别多 主要是飞机他现在只能放在中线 他不好放在上下两路太长的 好 接着我们在特斯奔驰 巫威共联盟一起进入BO3的第二场对决 蓝色方W 红色方 这边涛博 因为就是我们来到下期赛的时候 涛博的这个 我想来一下身边涛博还是你TES 对 他的这个缩鞋改了 大博力 加油 大博力 加油 忠呼 加油 忠呼 加油 好 谢谢三队的粉丝 大家就真的很热情 不管你支持他这个战队在不在现场 加油还是要给到的 这边我们看到 Night是选择带来一个训捷步伐 这也是卡萨丁最近带的比较多的一种 然后还是说一点 就是虽然AD出 就是这边的一个飞机 它出的是全AD装 但它有70%以上 80%的输出都是AP 然后卡萨丁它被动就有减15%的魔法伤害 所以打到中气的时候卡萨丁是很好打 前面先是红BUFF要争夺一下 全W控一下 这边熊仲是惩戒 然后赶紧走 对 没办法 因为背伤这个奥拉夫 奥拉夫这个英雄 实际上他在一级团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而这一波入侵了之后 导致熊仲前面的这个打野节奏直接断掉了 如果说这一波背伤他狠一点 他直接去开熊仲的蓝 那明明你才开个礼拜 开个F6 F6 看怎么说 还是绕一圈去开自己的蓝还是 他如果说去开涛博的蓝 还是选择开自家的BUFF了 这边熊仲是选择开自己一个石头人 背伤是选择开自家的蓝 如果背伤他是选择开就是涛博的一个蓝BUFF的话 那感觉熊仲前就崩了 这个可能会成为就是一会在对线期间 干客的一个伏笔BUFF 因为皇子前期一副闪是最主要的一个干客 对 这波打完好像熊仲也还行 起码可以吃到一个BUFF 这BUFF可以吃一个 看一下 KI上下出来了 他认为前期 WEE稍微有点优势 但是到了大后期的时候 是涛博这边需要有优势 但是其实整体来看基本上是一条直线 对 两杯都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刚才也忽略了 就是刚只说到WEE的这个单带能力 其实到了后期 勾一下勾到定在原地 拉一下这边是拉出一个禁锢 但是异性能已经走了 嗯 先一上去就被勾到就不好走 所以被吓了一半血量 其实TOP他这个阵容后期 卡拉丁也可以带 卡拉丁也是带了一个 确实带点还很难杀 再把下路兵线给推进 刚才这波换血 由于奥国下路是转了 所以WEE的推线也是稍微缓慢了一下 主要前期WEE的这种疯狂推线 就是无所畏惧 还是来自于悲伤在野区给到小熊的压力 这里要是可以直接回 他回了之后现在要看去哪 悲伤真的是自无忌惮 现在小熊是准备送上去河蟹的 他这个开也已经非常非常伤了 对 而且因为下路线被压制的缘故 就哪怕说下路遭遇了悲伤 第一时间 线上的两个人也不能够赶来支援 亏亏塔皮 卡拉丁在中路也算是一个军事对线 两个英雄在6级之前 可能也是要去发育一点 甚至是这个飞机的发育时间 发育周期要更久一些 你是看到这边西叶做了一个萃取 吃完这个河蟹还是只有三级 还一个眼 他现在已经只能回去吃自己F6了 刷有论点还是很伤的 悲伤再刷一刷自己快到 快到5级了 这边熊熊还要刷完F6才能到4 蹭一下线上 但是悲伤这边直接冲过来了 熊熊只能叫EQ走 这没办法 而且他F6这组好像也要亏 可能就只能回去刷石头人了 打一个占卜球 看到了Niko稍微往野去赶一下 掩护一下 自己过来帮忙打一下 他必须得靠人帮了 因为现在就是悲伤 他现在就是直接往熊熊 往小熊那边冲 他现在就是找他的位置 这边先被录一套 但是也是可以走的 悲伤这里想了一下 是不是要做点事 但是这一波的话有闪现 Niko是有闪的 他是在蹲熊熊 他在蹲熊熊刷石头人的一个 他如果教完技能熊 可能会有点危险 这里看到一个奥拉夫 直接EQ走 又是熟悉的位置 又是自己的 又是自己也许 悲伤可以到又弹了一下 但是因为悲伤有红buff 所以这波无伤大哑 中路的推线 现在好像奈特 也没有陷入特别大劣势 这里刷 刷完 刷完之后 自己可能经验会稍微好一点 对他现在一半经验到五 但是悲伤 因为刚才那段时间 去找了小熊的位置 而且想给线上找机会 所以他才刚刚到五 熊熊他其实和上把一样 他也去开野 是优势开野 但是自己又想帮队友 所以 或者他想压制对面 所以自己好像刷着刷着 自己等级又没有优势 现在 他如果现在刷完的话 刷完F6再加石头人 蹭脸间应该是到六 可以空下前期的招途 不过你会发现就是 悲伤这个点位 他不是很好能跟中路去配合 因为开始也说了 WG只能缺控 缺控制 缺控制 他的这个 如果说把瑞兹加上的话 是有小控制 但是缺乏那种稳定的防控 虽然说是有个猫咪 但是我们知道猫咪 他这个控制 要打到三下才可以 这边 悲伤是已经到六了 看下第一波 如果Night不交R上来 打戏一套的话 那一般死不了的 就毕竟卡萨琳 有闪有R 很难死 我这边 悲伤带着B-Sing 谁是大哥跟着谁 猫咪这个英雄就是这个 这是自己六级大哥 来刷一阻眼 因为他其实也是需要 让Mix这个能够快一点 先倒打六 现在下路发育一下 现在Night只被吃了一层卡皮 其实还好 对于卡萨琳来说 前期度过完 这段时间再来打 再来打配音 应该算是比较好打 这边希有点危险 赶紧拉下距离 杀是有点难杀 因为他异性能已经放掉了 对 直接闪 但是会被换 会被换 这波强换 其实Night没有特别转 因为他兵线是在塔架的 塔架的 而且这一波悲伤 他在打土龙 唯一有小优势的一路 还进行了一个互换 所以没有能够帮 但是上路POSE有点危险 POSE这里是有闪现 躲掉这个大招 回头打一套 这里直接交个闪 369差点被塔给打死 这波强换说实话 Night命是特别转 他兵线在塔架 有点小冲动了 虽然杀确实杀掉了很帅 但是这一个兵线亏了 自己会有点难受的 主要他已经扛塔了 就来都来了嘛 西野刚才那波塔下 其实操作也比较细 他是在塔下的时候 已经补了一轮伤害 所以才让Night被塔给打死 对 我没想到Night这么凶 因为开始那个时候 他交了E技能 应该是按技能充能来说的话 他应该是没有6层的一个 放不了E技能出来 但是没想到他这么凶 直接上去打了一套 我P了线 西野去追下室 再来看一下这里 交完E 其实差不多 伤害已经打完了 以为Night不追了 这边疯狂的嗑药 采血量 如果西野这个闪现 躲掉这个R技能 应该是可以走 但是 也是没躲掉 所以双方进行一个互换 这边POSE被打了一个闪现 所以叫了一个充气 两边打也都在附近做蹲服 而且小熊好像吃经验 吃到了7级 他现在等级 已经是超过了最上 背伤这好像还是6 这 其实 等级来说的话 背伤好像一直不是特别注意 他只注意到 就是自己 稍微发育一下 然后去压制对面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优势给拱住 他老想去帮助队友做一些事情 但熊熊是老在现场吃经验 不过得说 刚才这波打完之后 那得虽然亏经验 但是到这个时间点 他打飞机已经不虚了 他的技能品 现在是已经可以打飞机 打 鞋 下路 这个还是在吃避压制 但是捕刀其实一直没压 因为霞 他是不怕路线推线的 他亲切能力也很强 而这个摸鱼飞弹 耗泰坦的话 其实没啥感觉 勾了个小兵 既然没有勾到的话 肯定还是不上 勾到的话 黄子直接爆炸果实过来了 EQ大 他如果直接给大招的话 有反应 那肯定就回头 诶 这里给个大招 看一下这里闪现 给个大米斯一个 被盯了一下 EQ 挑起来 但是这个Q 半是Q在了黄子的大招上 这个天崩地里 反而是紫兰的 自己对友的一个推进 有点相悖 这个黄子刚好提供了一个地形 就有点像是什么炎去的 大招把自己人给卡路一样 就有点难受 那个有点明场面的 好 这波过来 直接一个大招 还是把这边的 迪斯给打倒了 被勾勒一下 洛可拿下人头 但是下来之后 飞机这边是可以收掉妮扣的 而且这里的话 下落是打了一波大火全胜 开车过来的一个姿勢 应该是可以追一下这边的奈特 奈特 奈特应该没有来 跳下一下 摸鱼飞弹没减速到这个S型 这个没有摸到 但是斧子 斧子也没有丢到 斧子也没有 奈特还在疯狂嗑药 但是这波交换了一个谁 这边又是灰星 灰星砸死了这个奈特 而且刚才熊熊好像是EQ没有打出来 这一波在下落打 奈特是被打了一个 应该是一个小盘面下来 是 虽然说第一个摸鱼飞弹没有中 但是我还是得说 开始那一波 就皇子那个抢 挡住了泰坦勾之后 应该可以后面不用接了 他接完之后 左边这两个人W都有TP给支援的 哪怕说 就真的你把一个人给杀掉了 后面也走不掉了 对 主要是涛博他们就太认为 先来看一下泰坦这边被Q减速 后续妮可也过来 就他们太认为 WE的核心是下落了 所以他们投资了太多的人力资源 去针对Mistake 但其实WE这把是个三合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这波跃下真的其实很勉强 下来打一套 确实杀掉了 杀是杀掉了 但是有两个TP下来 这边妮可走不掉 奥拉夫开启了大招 根本就无视侠 然后Poke开车这里 Night这里 虽然说差一点 就没有射到墨鱼飞弹 但是后面Poke这里是空到了熊熊 熊熊是想帮助自己中单走 对 他被空到 然后他是QE二连了 这不是EQ是QE二连 对 熊熊他是其实想帮忙去挡一下 所以回了个头 但是后续技能失误了 对 这一波打下来之后 超过前期有点小爆炸 看一下这个人头的配比 人头全部是给到了上中眼 现在 现在超过这个上中有点难打 对 尤其是中野这两个点 飞机这个英雄本身 他的发育曲线比较长 但是前期给他拿到两个人 而且他的补刀又压了Night比较的多 然后在打野方面的话 打野方面熊熊他的补刀意识都不是特别好 这边W控了土龙之后再来控制水龙 很舒服 水龙他虽然说现在已经度过了那个最早期的那个优势 优势拿水龙的时期 但他们这个阵容 一个飞机 一个瑞兹 两个人拿个水龙还是挺舒服的 这边要来个三包衣 这个TP是来自于Loken 从那没有来 EQ挑起 人头是让369拿了下来 但是这个TP Loken来这里没有蹭到助攻 不过可以失塔衣 峡谷前方放在中路 飞机也马上赶上线 但是悲伤就只能 应该也就是只吃一个 只能把这个塔给撞掉 对 而且他 Ben Ben这里好像有点失误 这里再过来交个炸个包 要来打Night一套 但是打脸Night这样确实不曾 再过来自己的血量 可能会有点危险 飞机还有闪现 现在有个闪现 但是Night依然有闪现 这个闪现 后面过来有个奥拉夫 奥拉夫在后面蹲了一下 直接把这边Night给蹲死了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Night还是年轻了一些 想像上一波一样杀掉西叶 但是这一波的话 是有人在蹲着的 刚才笨确实是他那个失误 他Q给了奥拉夫之后 奥拉夫开了大招 他还把那个大招 他把自己的大招 也给了奥拉夫 我感觉其实就没有必要上去定 因为这个塔 就他无法阻挡下无间锋的话 这个塔的话是必定掉的 因为他只有两个塔 就撞一下就直接没 你说后续他那个大招 要是给西叶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他这个大招给了一个 开了诸神黄昏的奥拉夫 他勾到 我回头还给一个大招 这其实没啥必要 是 然后自己被激疯狂暴走 而且这边西叶倒是出发 西叶吃了一个600多的 就吃了一个人头 还吃了一个塔 对 然后这波狗影做得很到位 很像是一个老选手 而过来 特意没挡到 闪现礁石了 没看到吧 草里还有一个悲伤在这里 奥拉夫现在前期节奏有点炸 这节奏炸得有点厉害 W前期倒是全线开花了 他上路可能会稍微有点点难受 但是打野然后帮助了中路 然后包括下路刚才那一波 一直打到现在来说的话 W的中野优势很大 然后下路是一个军事正常发育 15分钟 双方经济拉开了6500 这个是不好接受的一个数量 但真的是这场 涛博他前期的这种小失误 太明显了 就不说刚才太坦那一波 还有就是下路那一波 就是强行跃塔 也有点太勉强了 这两波涛博都打得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好 应该算是他想要做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 错过了对面支援的速度 像刚才这一波就是太坦在中路 他觉得自己和卡萨丁在手的话 这个光放了一个奥拉夫在这 应该是不敢直接过来吃这个塔钱的 那边还是可以过去的 不过现在的话涛博在逐渐降低这个经济的差距 火鱼飞弹看一下人 但其实差距已经很大了 这16分钟差距已经到6000了 这个真的很不好接受 而且蜥蜴在经过前两波的一个 就自己有点怕卡萨丁了 现在是爷爷来了一个隐魔刀 他这个算是额外的一个经济 做了一个隐魔刀 就是刚才杀了人 然后再还有一个 他就拿人头 然后还有一个塔迪 现在的话 1300 他没有选择第二剑去做一个火炮 可能做了一个BF大剑 想先感知自己的无尽 也有可能是先把这个1300放在身上 然后去慢慢地转无尽 W现在的一个情况是 他现在可以通过三线的一个编带 然后再来推中路的一个兵线 来获取野区的试验 待会和之前一样 就是他可以让瑞兹开车透露 再获者来说的话 他是可以把兵线压到二塔 附近从二塔推完 然后再来BF大剑 因为这个阵容的 就拆塔能力也不是说特别强 但他的一个编带能力 再包括一个塔前的Poke是很厉害的 虽然说涛博的开团 是要比W强很多 W这个开团比较难开 但是涛博这里的首线能力 确实不太厉害 对 而且他们这个中野的 冲阵能力是比较强的 就涛博这个中野冲阵 现在因为受制于队伍劣势 他冲的话可能就直接全盘接输了 就感觉就是缺伤害 主要还是缺伤害 在野区蹲伏一下 这里面有W的视野 飞伤怎么会有点危险 但是飞伤这个时候过来之后 反而是被包夹了呀 涛博 这边只留了 飞机可以还还最后一点血了 直接被霞给收掉了 旁边这里交出一个闪现 但是Missick还让最后一点 背369一下平A 我的天哪 又开始了 这一波涛博 又开始了 涛博本身那个位置是被包夹的 但问题是这个草里面没有W1的视野 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可以包夹他们的 这一波打完之后 好像是赏金 飞机刚才好像是有300块钱的赏金 这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人口应该是霞拿了一个 霞拿了 霞和尼口各拿一个 那这样一波打完 W前期优势依然有 但是他的节奏会断很多 所以就算这波涛博打完的话 他想推中塔没拿龙 所以可能有点危险 这个水龙的话也是 水龙还是在打这个龙 因为他血量服务别好 但是有队友过来 龙还是拿掉 这个水龙放给涛博 大卫是可以接受 然后选择去逼一下中塔的血量 中塔就可以推 因为涛博的回防都是从野区的外草过来 选择放了 然后再去掠夺一下野区 这边吃一个红博 看一下 这个槽里面是没有涛博的视野 没有 没有W的视野 刚好找到 然后就是一套控制 其实如果说这个槽里面 有W的视野的话 他们W的这个站位 反而是包扎了涛博 还开始说 涛博这开团挺厉害的 而且刚才又接上输出 而且你发现 就这种小地形里面 皇子的天崩地雷往这一横 奥拉夫没有产现 是没办法进去的 这波打完 涛博拿两个人头 自己的阵容缓了一缓 但是劣势还是很慢 主要是 待会皇子 他如果说没有太好的 控制第二时间再进场的话 他第一时间进场是补苗躺 现在熊熊第二剑 抛个宝宝大的剑 应该是要做鱼哥了 等一下 把这本蓝buff给拿了 现在因为卡赛丁在上路 熊熊要拿一下蓝buff 来补一下自己的鲨鱼 接下来的话 大龙马上刷新 然后背上身上有一个鸟表 这个时期也需要保证一下自己 就能正宝 因为如果说下一条龙 让涛博拿到 w前期建立的这种优势 就不复存在了 来逼一套 这边是来逼一下中路的 虽然他比刚才确实有失误 但是毕竟优势还在这 前期打的优势太多了 对 这个迅龙好戏即将上演 一起哈皮一起干 场军男爵控制率 46.7和54.5 然后击刹手销男爵胜率 这个刚上一场我们看到过了 超过是100% 位于50% 这边西洋还是有闪蜆 等于上波没交出来 W好像还是要打那种打法 他是要把塔充逼完 就中上的二塔 就逼完之后 就冰线起码逼到塔里面 然后再来做一个 就是说逼大龙 对 因为他们现在 没有百分百 就是能够反战取胜的 这个把握 就不敢去打这个大龙 万一这波大龙 就毁一生了呢 傻的还是要稍微稳定一点 但是他也有可能 这边扫到平方身上 其实非常脆的 因为他做的是一个 输出装潢 这边要追吗 墨鱼飞兰又是留了一下 洛肯直接磨点中章 逼出了霞的大招 这波的话是大招换大招 拉一下倒钩 这一波逼完之后 应该是可以动下 大龙附近的视野 还是要动二塔 感觉W很稳 他还是要动二塔 对 其实刚才熊熊的血量 以及Loken的大招都没了 熊熊的血量低了 Loken的大招没了 他们其实可以逼一波 这个大龙团战 但是还是非常稳健 我感觉W他其实是想 上半区视野一控 把土龙拿了 最快的一个速度 把这大龙拿下 对 还是想特别特别稳 因为毕竟这场BO3的第一局 没有能够拿下来 因为第一局 对TW来说输得挺可惜的 对 所以第二场 开始严谨起来了 边路线在Niko 好像也不太虚 他现在是一个推线的状态 369现在 兵线推出来 POSE在兵线 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 他虽然一直有 把兵线推进去 但是他没有耗到塔的血量 因为Niko这个英雄 他倾线也很快 在这再蹲着 POSE直接回了 POSE这波回了 下路369 可以去磨损一下塔的血量 但问题是 他现在下半区没有视野 如果下半区都没视野 都是推完一波 然后直播 有点怕被抓 就都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如果说369往前走 那POSE就感觉 他后面有人 但是POSE往前走 369也会觉得 他后面有人 两边都是想的 一样的想法 369现在正面作用 可能会高一点 因为他这个双身暗影 是可以去找人的 看视野 看视野 就防止W蹲 W在野区 也是一直 慢慢地在布视野 但是他视野好像 一直没有布得特别深入 猫咪的话 这边杀人书是来到了六层 然后可以看到WE 中下两个隐魔刀 隐魔刀 这边拿下来之后 大会也不会特别怕 卡特丁和尼克 这场飞机的话 第二件大件 是选择做了一个 直接选择做一个暴击件 做一个无尽 那这样的话 也是想去充分地填一下 中期的伤害 因为如果说做火炮的话 就是他的这个战斗距离 会把控的会好 但是自己比较顺 来一个无性也没关系 对 因为你会发现 他每次跟卡特丁拼的时候 就是刚一波伤害 一定要把伤害打满 他如果就持续输出的话 卡特丁反而会很高 对 因为卡特丁是非常喜欢 际上这个导弹 可以给自己碰一个意义 这场已经在这边 solo土龙了 土龙拿下来 大会儿W应该是有一波 逼竞争上的线 然后去开车透龙 或者直接逼完之后打龙 这场真的是前期 因为双方打野的这个节奏 所建立的一个蝴蝶效应 就是因为第一波的入侵 所以导致了熊熊 现在整场的一个风采 现在开车效应 也到了八二开 基本上是一个八二开的一个局面 下条还是土龙 下条如果超伯 还是没有控下来 那W无论说是推塔 还是拿龙速度都是飞快的 对 特别是如果W 他这个阵容控了远古巨龙 那就恐怖了 因为是有飞机的 而且他这个阵容 其实本身打龙的 做过就还可以 要来抓这边 卡萨丁虽然想来抓 但是后面 也有兄弟过来了 这边飞机给了一个炸耳包 直接先把三六线给收了下来 现在在这里不是特别好 只要了一个闪现 又加了一个二技能 闪现过去的一个导弹没有中 但是一发平A 再一个导弹又没中 但是这个方向逃 不管怎么样都逃不掉 这边还算最后一下 这个导弹应该就没了 平A还是导弹 导弹又没中 转一圈 没办法 Niko又开大招留人了 在空中的时候 西叶一发平A收掉了人头 那这一波打完 涛博就已经全崩了 但是其实刚才真的Niko 不是Niko说错了 猫咪 猫咪的这个大招 他不开也没关系的 因为他会不断地给到加速 要西叶加速 而且西叶本身也可以等 这个技能CD有一个位移 这波打完之后 涛博应该是可以放弃 让大龙来转起手高地了 但是他手高地又会有个问题 这个阵容只有一个人可以 首先但是Loken 其他人首先能力不是特别强 对 但Loken这场的话 他的生存环境其实也挺堪忧的 毕竟有一个飞伤拿这个奥拉夫 可以冲去一切阻碍 找到Loken 再把这个平线推过去 现在应该是有钱的回家补装备 没钱的吃一下也需补补钱 现在涛博的野区 全部都被DW所站住 来看一下这波 Loken 被留到 然后后面卡特丁来了 有理有志的勾引 但是后面有一个PT P起来对飞机的炸包 QE没了 而Nite这个时候过来的时候 发现 哇 怎么伤害这么高 而且队友已经阵亡了 猫咪直接驾驶到了飞机的身上 加速 加速 然后Q技能 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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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了一下 这人是打了一个魔法盾出来 对 毕竟有盾 然后继续去拖时间 这个又挡掉了 又躲掉了 但是 等不及了 因为他在A那个的时候 有一个僵直是让飞机A了出来 除非他在A完之后的话 交个精神 不过也没办法 他交精神也走出来 也要被压起身 只要逃跑方向 是往DW的这个方向去逃的话 就怎么样都逃不了了 现在瑞兹在攻卫戴 W看会不会犯之前那种失误 他如果不想翻失误的话 让瑞兹带到高地附近自己再上 失误是肯定不想犯的 但是有时候就难免就会上头 哎呀 三六九这里 没办法吃不住伤害 随便吃一吃自己就反省 再把下路的兵线给推进来 W这一波推进 应该处理得好是两路啊 哇 这个 中路耐特也守不了线啊 pose的伤害也高啊 打一波楼肯没血了 现在下路高地应该是直接放 涛博想守中路高地 但是W中路的话 推波兵线直接人往后撤了一下 涛博也没开到 下路高地 音声倒地 这边还想折射重重重重重 自己血量也不特别好 他现在哪怕掏出春歌 第一波进场也是打出第二条命出来 开车再来带 这边是破了中路之后 直接带一个兵线去上路 是吧 W打得好有章法呀 除了那一波失误之外 现在感觉都没有录拆了 你好 直接倒了一个 三六九阶被秒掉 后面后开了一个金身 阻挡对面一个推进 这边奈特也只能开个二斤的往后跑 重重进去卖掉了自己 他是没有充足的 倒下之后是不能再站起来一次 这样借助兵线 冲下兵线推进来 感觉涛博会被引破 是 W一直不推进 推得非常的苟断 中路的兵线也是进来 接下来感觉涛博应该是没有太多 首先能力一Q没有Q到 下面这个门牙没了 看一下上面这个门牙 就被打了一套 这边奈特打 开了一个二斤的往后撤 都可能选择 也不准备好 两个门牙都倒了 打了一套 这边奈特交一个二斤的往后撤 那我们恭喜W获得比赛 第二场的胜利吧 比分搬成一比一平 双方会来到决胜局 哇 这一场比赛 W就打得非常的有章法 跟第一场比起来都不太换骨 其实第一场的话 他也有打得好的地方 就也有打得不好的地方 这一场他是打得好的地方 比他打得不好的地方多 他这场的失误少一些 而且第二场整体来说 他是从早期就建立了 很明显的优势 而且这个阵容虽然没空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他在塔前一个逼进能力 是非常强的 这个Poke他我是吃不消的 一直在冲 我们看他左下角的经济曲线 就整场优势都是在WE这边的 然后大概在14到17分钟左右 经济就已经累积到一个 比较高的阶段 但是中间那个时候 就是飞机被抓 然后被抓了之后 没关系WE还是稳步推进 最终是28分钟就赢下了比赛 这一场的话 就西叶他的个人发挥 其实是非常亮眼的 就被抓了一次 我们就不说了 但他其实有一波 跟队友做下半区草丛的勾引 应该是跟背伤 是跟背伤一起做的勾引 成功吧 现在的骗到那个位置 也是这场除了这个勾引 而且还有POSE刚才在下路 假装被抓的那个勾引 比较无赖 那我们也是一起来 看一下这场比赛的MVP 感觉会不会给到西叶呢 因为他这场飞机的发挥 确实是很亮眼 好 这边看一下MVP 这边是给到了悲伤 前期的野区压制 再包括中期的一个节奏 都非常好 对 405的战绩 最后的一个队友进行刹 是4191 这边是第二次拿到MVP 这场的话忘记了背伤这个点 光记了飞机的 就是西叶这个飞机 他打出了全场最高的伤害 但也得注意 每一波就是西叶想要做事的时候 旁边都会有 劳拉夫保驾护航 总也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英雄 两个位置 然后这场的话 我们也是恭喜WE 那其实最关键的 来到第三场比赛 还是要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选边情况吧 谢谢大家